大家好,我是青瑶 不知不觉已经陪大家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了 非常高兴能遇见你们 虽然我还只是一个新人 但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 为大家带来了60多首的《琵琶改变》 有流行的、古风的、摇滚的、电音的 什么日曼的、国曼的 还有拜年纪音乐 对不对 还有《明国风》 然后还有一首我自己的原创 60多首,还是挺多的 然后除了《琵琶》以外 还展示过冻枭、软弦 好像还展示过国画 国画主要是在微博上展示 今天还展示了《琵琶弹唱》《青藏高原》 当然今天这个不太严肃感觉 其实一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通过国语能够收获到这么多的小伙伴们 然后B站和微博每天受到最多的资金就是 因为关注到你的作品 而喜欢上了琵琶 然后喜欢上了国画 我觉得听到这个话 我觉得我做的这个自媒体就算是值了 今天除了感谢每个支持我的宝宝以外 还要特别感谢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小西师傅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人说柳青瑶那个可厉害了 有强大的团队 然后借这个一周年之际呢 要分享两个特别开心的事情给大家 一个是我最近把之前的七十多首的琵琶改编 做成了一本曲谱书 这本书得到了包括B站 许松 音频怪物 银林胡元琼 西瓜君等很多曲作的授权 还有很有幸的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新海音乐学院的琵琶专业的专家 来为这本书做修订 这本书8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预售了 这本书算是给过往一年来 无数在私信里面求福的宝宝们一个交代了算是 第二件事就是 以后我想把自己的原创的国画 以传统汉服的形式来呈现 设计原创的汉服 并且邀请这个圈里的唱剑 还有曲作的朋友和我一起来创作汉服的同仁 明年能够希望有一张我自己的原创的汉服同仁音乐专辑 想把中国传统的绘画制衣 音乐创作还有乐器演奏 以新的视频形式来呈现给大家 让更多的普通的中国人也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国乐 国画 但是至少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只要我还有时间有力量 一定会努力的高采 就像过去的一年你们陪着我一样 一直努力让你们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谢谢每一位陪着我的宝宝们加油 谢谢大家